招商证券新掌门落定 空缺三个月后 30年保险老将吴宗敏履新公司总裁 1月13日晚间 招商证券发布公告称 同一聘任吴宗敏先生为公司总裁 据悉 吴宗敏出身于保险行业 1991年加入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离职 离职前最后任职为中国太保副总裁 2017年2月 吴宗敏加入招商局集团 先后担任过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招商局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招商海达保险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招商局金融事业群 平台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副主任等职务 去年10月7日 招商证券发布公告称 雄建涛申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 总裁 首席信息官等在公司董事会 管理层担任的全部职务 并由董事长获达代行总裁职务 招商证券有了新的总裁 1月13日晚间 招商证券发布了公告称 同意聘任吴宗敏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告显示 吴宗敏先生于1986年7月 获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于1989年1月 获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 于2007年9月 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吴宗敏一个高级经济师职称 是英国特许保险协会会员 据悉 吴宗敏曾任职于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保险业务部 1991年吴宗敏加入中国太保 2017年1月离职前最后的任职为中国太保副总裁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2月 吴宗敏加入招商局集团 履历显示 2017年2月至2019年12月 担任招商局人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 担任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8年6月至2021年4月 担任招商局金融事业群平台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2019年2月至2021年11月 兼任招商局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招商海达保险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年3月至2021年10月 兼任招商局人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 担任招商局金融事业群平台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因此若从1991年起算至2021年 吴宗敏有这30年的保险从业经历 是不折不后的保险老将 2021年10月7日 招商证券发布公告称 熊健涛先生因决定专注于个人其他事务 申请辞去公司执行董事 总裁首席信息官等在公司董事会 管理层担任的全部职务 熊健涛先生的辞职 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由公司董事长获达先生代行总裁职务 而就在熊健涛辞职后 有媒体报道称 2021年10中旬 吴宗敏入职招商证券 职务是党委副书记 而且极有可能接任总裁一职 彼时消息表示 由于吴宗敏出身于保险行业 任职招商证券总裁 需要先通过券商高管任职资格考试 待相关手续办妥后 才会官宣出任总裁 目前来看果然如此 实际上回顾招商证券2021年 高管层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动 除了前述总裁熊健涛外 还有2021年4月 非执行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速建离职 2021年5月 副总裁谢继军离职 2021年11月副总裁邓小丽离职 2021年12月副总裁吴光燕离职 此外2021年3月新任张庆为副总裁 2021年6月新任刘威武 为非执行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副总裁接连离职时 招商局集团2021年11月23日 发布招聘公告 招商证券需招聘副总裁一名 分管资产管理业务 不过从目前来看 招商证券仍未有新的副总裁任职 2021年三季报显示 招商证券2021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217.82亿元 同比增21.67% 实现归母净利润85.01亿元 同比增长16.92%